请问你们这样走一圈大概三分钟买五分钟 我们可以设置 就设置 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副市长邱佩玲等团员 共同考察深圳市的欢乐港湾 并且实际体验摩天轮跟旋转木马等设施 预计明年在基隆的国门广场打造港景儿童乐园 希望增加相关亮点游乐设施 吸引外来的游客在国门广场停留 让基隆更好玩 今天来看到这个欢乐港湾的摩天轮跟旋转木马 我们觉得相当的有趣 那也很多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地方 我们在基隆有一个地标 叫做国门广场 它是一个距离港湾很近 但是目前是很空旷的一个广场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度 有一个港景儿童乐园的活动计划 那这活动计划是在这个国门广场 放置一些就是邮具设备 那邮具设备可以是一座旋转木马 也可以是一座海盗船 或是一座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摩天轮 当然没有办法像这个摩天轮这么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预定的计划 现在这笔预算也正在议会审议当中 那等到明年度的这个活动 是移动式的办完后 我们就会参考明年度的经验 来去思考说 是否要建一个永久式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叫什么名字 像深圳之星 湾区之光 那这个就是一个固定式的 固定式的建制的方式跟一个移动式的 那当然有所不同 谢果良说 这次参访深圳的收获相当丰富 带回了很多可以供基隆港市参考的发展经验 未来需要更多的互动交流 那港口我们要好好在商务上面 借进大家的合作 未来我也希望游艇游轮都能够交流 我也希望从蛇口可以直接有游艇游轮 游轮可以跟基隆港对开 创造更多的游轮旅客跟商机 在城市方面 他们刚做的这个河川治理 我们看到了很适合田辽河 未来治理的一个借境 市长谢果良期望 透过交流与学习 为基隆港市打造更多观光亮点 与商机 吸引来到基隆的游客 延长停留时间 刺激观光消费 真正为基隆市民谋福利 增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升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